欢迎收看本期新游日报 互动式电影《隐形守护者》不就之前一度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在经历了VGame与Steam平台最终章上线时间差导致的差评风暴后 一度爆出过该游戏的制作团队已经解散的消息 不过《隐形守护者》依然还是得到了不少玩家的肯定 目前游戏在Steam平台依然拥有78%的豪评率 而昨日《隐形守护者》官位宣布 《隐形守护者》即将推出手机版 微博中写道 《隐形守护者》移动端的潜伏任务即将开始 并且配上了一张手机端运行游戏的图片 同时官位在评论区表示 手机版名字不会改变 只是具体上限时间还未确定 目前该座已在TopTop上开启预约 开网上Little Green Man Games于今日公开了旗下太空科幻游戏 双子星座3的一段试玩预告 该预告展示了太空探险和作战等游戏画面 官方表示 在新作中与NBC的互动将更加丰富 比如玩家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任务 以此提升飞船性能 并随着和NBC的互动深入 也将能够提升战斗和探索各方面的技能 双子星座3不但首次加入了3D可以互动的NBC 并且除了双子星系外 还将只加另外两个全新的可探索星系 目前游戏预计在2019年内发售 支持中文 Steam平台近期开启了一些新的特会活动 其中经典的RPG系列 无视系列有着不错的打折力度 截至4月15日前 无视三狂烈优惠70% 达到了最新的史上最低售价 目前包含前两部DLC的年度版售价74元 无视之昆顿牌 王权的陨落优惠25% 售价96元 无视三部曲组合包售价47元 另一边 万代南梦宫的空战大作 黄牌空战7位置空域也开启了史迪促销活动 目前游戏优惠33% 标准版售价180元 包含机票的豪货版售价246元 优惠截至7位4月13日 PS游戏碧蓝航线Crossware 于近日公布了一段玩法预告 该预告主要介绍了游戏的战斗画面以及基本玩法 并由灵波带来全程解说 根据预告来看 本作中玩家在预敌后会切换着战斗模式 此时玩家可以在三位舰梁中自由切换并进行战斗 通过提升舰队等级 合理编程以及配装来战胜敌对战舰 同手机版一样 在主机版中玩家可以使用如鱼雷或空袭等技能来对敌人进行打击 并在满足要求后也会触发弹幕进行攻击 本作目前预定于8月29日登陆PS4 官方表示 后续将还有其他见点来公布更多玩法情报 好了本期日报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 本期未经许的 本期是 本期是 好自由 本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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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体 philosophical 奇想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